我主要就是负责USB和以太网产品这条线的非议 然后今天呢我们主要是介绍一下那个以太网Fi的一些知识 一些基本的概念然后设计是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就是一些最终就调试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一个agenda 然后主要会有五方面内容 第一方面呢就是先介绍一下大概以太网Fi的一个介绍 关于硬件方面的设计的一些架构一样的东西 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介面接口方面的一些细节 然后第三部分呢我们会介绍一下电路设计 还有料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guide line 最后第四部分呢就是讲我们在怎么测试 还有怎么调试我们的以太网部分 最后呢简单给大家再回顾一下 目前我们Microchip的以太网的方案 首先呢我们先大概就是回顾一下 然后也让大家熟悉一下这个环境 就是对于以太网来说呢 就是按照标准的OSI模型的话 它会分为七层 就从下越往上面呢是越抽象 越往下面呢就是越具体 从下往上呢分别是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 网络层 传输层 还有这个是一半叫应用层 然后上面的话基本上就是跟 主要是集中在软件方面的 这是它主要的两大块 最下面的两层呢 FI层和这个数据链路层呢 跟硬件会更相关一点 然后在上面的接口啊 然后传输和应用层的话 这些都是跟软件更相关一点 然后最典型的呢 就是我们TCPIP的协议 在这中间呢就是会有driver 它负责把软件和硬件来联系起来 然后这是以太网针的结构 以太网针的结构呢 就像一个鸡蛋一样 然后一层一层的 是就像把它包起来的一样 从下面呢是包裹的是越来 从下面看到就是物理层上 你可能看到就是最原始的一个东西 然后当它一层一层 把它的相应每层对应的图上剥离之后呢 你就会把真正的数据 然后展展示出来 到最上面呢 其实就是真正我们经常能够 你真正对你有用的数据了 而其他的呢 一些所谓的针头呢 都是各个层附加在上面的 用于表示一些特殊的含义 然后对于我们的硬件而言呢 可能一般情况就关注到这层 数据链路层就足够了 通常呢在数据链路层这边呢 会有我们最常听到的Mac地址 然后还有以太网的类型 然后这是这两部分是最比较重要的 这个呢 因为我们目前的话 呃 因为我们这堂课主要针对 还是Microchip传统的客户 它主要集中在一些工业的客户 所以说呢 通常的关于和以太网相关的设计呢 主要是包括就像可以归纳为这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接一个以太网controller的应用 这个呢通常是适用于一些早期的设计 像一些单片机啊 它并没有一个以太网的接口 它也没有像标准的现在以太网的一些 呃也不是为以太网设计的 所以说呢 它只能有一些常用的 比如说SPI接口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SPI来扩展 通过这个controller来扩展出一个以太网 还有一类呢 就是Fi的应用 这个种情况呢 通常是说我们这个Fi 是作为一个单独的芯片存在的 它是和你的那个 呃 主的IC 或者是CPU 或者是个SOC 或者是个MCU相连 然后呢 接一个以太网的网口出来 还有一种常见的应用呢 就是接一个交换机的应用 在这个交换机的应用里面呢 这个交换机芯片 它可能会把Fi集成在里面 也可能呢 这个Fi是不集成的 那这个时候呢 它外部就需要有一个单独的Fi 这个是一般的 常见的工业客户的三种应用 对于一个 就是外置Fi的连接呢 就像这边的框图一样 它可能又分为那么几大列 一种呢 就是接一个桶口 一种呢 就是接个光口 还有一种呢 可能是接着一个switch 最后呢 可能只是接一个相当于repeater一样的东西 对于这种独立的Fi的这种连接方式呢 通常我们会把它分成数字 所谓的数字接口 就是用于跟你的IPG CPU 或MCU相连的这边 我们叫数字接口 然后呢 对数字接口呢 它有很多的版本 像MI RMI GMI 等等 这些呢 接口待会我们都会详细介绍 然后呢 还有一边呢 就是所谓的模拟接口 这个模拟接口呢 通常我们叫它MDI 就是用 就是用于接一个 比如说 筒线啦 或者是光口啊 等等 这样子的 这个是Fi的连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对于Switch的连接呢 通常情况呢 Switch的话会连到一个 对于如果它内部没有接Fi 那么它需要单独的再接一个Fi出来 然后接到网口上面 有时候呢 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相当于非管理性的 在这边 这相当于是个非管理性的交换机 如果是我们想设计一个 带管理性的这种交换机芯片呢 就相当于 所谓的管理性 就是通常它会接到一个CPU 或者是MCU上面 然后呢 CPU和MCU来对这个Switch进行管理 这个叫所谓的管理性 这是一个典型的交换机的一个连接方式 然后但今天呢 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 然后重点呢 我们只会 集中在Fi这部 这部这部分的设计 还有一种应用呢 就是虽然说比较少见 但是呢 这个也是对很多工业客户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小众的市场 目前呢 我们其实对这个小众的市场呢 也有一个很好的连接 我们会有一些SPI转以太网的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呢 它会把一个Mac和Fi都包含在里面 通常我们能够提供的接口呢 就是我们所常见的 像SPI啊 并行接口啊 或者是所谓的 host bus interface啊 还有USB的 interface 这种的话呢 通常这个协议站本身呢 还是跑在人的主CPU上面的 我们的这个control的内部呢 会有一些FIFO 然后呢 通过这些FIFO呢 帮你完成一个 相当于从主机接口 然后到以太网的一个映射 接下呢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的接口部分 然后对于一个FIFO的连接呢 然后刚才提到了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数字接口 所谓的数字接口呢 就是指的是你的Mac层 跟你的FIFO层之间的这个接口 它这里中间这个接口的信号呢 是数字信号 然后通常呢 我们会有把它有MI接口 有IMI接口 甚至GMI或RGMI 这个呢 其实就是对应着不同的 定义方接口方式 然后呢 这些这里面呢 除了IMI 其他都是 HB-E所规范所定义的 通常呢 这种MI接口呢 它的信号线呢 可以分为三种 一种呢 就是相当于接收 一种呢 是发送 还有一个呢 就是时钟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常见的接口 一个接口信号线的一个 定义的一个比较 可以看到通常呢 它就是一个信号数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它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就是一个对于刚才呢 四种接口一个具体的描述 对于IMI接口来说 这个是最常用的 它呢 是HB-E定义规范 所规定的 它会有四个发送数据 四个发送信号 四个接收信号 和每对 针对每对数据呢 它还会有一个时钟 另外呢 它还会有些控制信号 这个控制信号 就是用于Mac和Fi 之间互相验证 这个数据的有效性 来做的 还有一种呢 是RMI 这个呢 虽然说不是I tripleE定义的 但是呢 它现在在实际的应用中 应用非常广泛 因为它的那个信号数 数会比较少 它只需要两个TX 两个RX就够了 同时呢 它得把那个控制信号呢 减少到了三个 而且它的时钟呢 其实不在每组信号都有一个 它只是共享了一个时钟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减少了一半的数据 怎么能够保证 它的数据率 数据通统量还是一样呢 很简单 它就把它的时钟的速率给加倍了 相当于在每个时钟的 那个上升延和下降延 都进行采样 然后对于千兆而言呢 现在最常用的接口就是GMI GMI的话 它也是HBOE规范所规定的 它包含有八个TX的数据 八个RX的数据 注意的话 这里就是有三个时钟 然后呢 除了上面的这个数据之外呢 它还会有六个控制信号 这六个控制信号 跟刚才的摆照是一样的 类似于摆照里面的这个RMI 然后对于GMI来说 它也定义了一种新的 叫RGMI接口 这个RGMI接口呢 它同样它把数据线减少了一半 它只需要四个TX 四个RX 同时呢 它把控制信号也减少 减少到了两个 然后我们再除了刚才那个数据通道呢 其实对于MI的数字接口来说呢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它的管理接口 通常的Fyde管理接口呢 叫MDC MDIO 然后呢 这个其实比较简单 它就是一个始终一个数据 然后在这个数据里面呢 它会对 它会有一些格式 然后呢 这里要注意的是 就是对于通用 IEEE规定的这个管理接口来说呢 它只有16个寄存器 是IEEE定义的 也就是说 对于任意一个方案来说 你只要你提供这个MDC MDIO的接口 那么一定有16个寄存器的定义 是跟必须符合标准 就是大家都是一致的 同时呢 你的每个客户 每个供应商自己呢 也可以定义一组的寄存器 这个就相当于是Vendor 自定义的寄存器 用于提供更加丰富的 这个以太网的接口状态等等 这些信息 除了刚才提到的 数字接口之外呢 然后就是模拟接口 模拟接口的话 就是通常的这个MDI接口 这边的话 它根据你接的不同 就是外面是接光口 还是电口的不同 它的就真正在物理信号上传的码型是不一样的 最典型的在童口上我们应用的最常见的就是三种 就是所谓的十兆百兆和千兆 对于每一种不同的模式 然后它的编码甚至都是不一样的 待会儿呢我们会把解释一下这个编码 然后呢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大家要熟悉去他们的编码 你要能根据他们的通常情况 当你在debug或者是测试的时候呢 你要根据时播器上的波形 能够判断出我现在传输的到底是十兆百兆还是千兆 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呢就是所谓的 变压器连接 这种的好处就在于它不再需要一个标准的以太网设计当中定义的变压器了 然后呢这种什么场合会应用到这种 无比较特殊的连接呢就是通常呢就是在你有两个范 然后呢它是在同一个板上 那么你是可以用这种方式的 好处就在于它可以省掉一个比较特殊 然后呢大家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通常呢建议只有相同家的这种范才能够用这种方式 否则的话经常会出现一些兼容性的问题 我们会有一些专门的application note来 谈来讨论这个无边压器的连接 就是如果你们有客户真的在应用到这个无边压器连接的时候呢 你们最好能够把这个相应的application note认真的先阅读一下 然后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对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兼容性问题呢 就是因为每家的fi采用的技术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它的端接技术其实是不一样的 有的可能是电压型的fi 有的可能是电流型的fi 同时呢为了保证性能每家都会对自己fi的这种端接方式做一些就是适配 所以英文叫所谓的tune 就是为了能够就是说每家的这个端接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接下来我们会讲一些fi spec里面基本的内容 就首先呢最早还是从实照开始 因为这个是最早的很早很早以前的发展起来的 它的速率呢就是实照 然后呢就是用两对线来进行传输 这个后面大部分的标准呢都沿用了这样的方案 虽然说现在实照已经很少见了 但是呢大家最好因为里面很多用到的一些定义啊波形都是还是基于实照的 就是大家可能还是要了解一下 对于实照的这个链接里面呢 它的一个idol状态呢就是用这种所谓的叫rtp帧来表示的 然后呢这种针就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你如果说在有兴趣在试波器上去去捕捉这个波形的话 你可以可能会经常会看到这种波形 然后呢对于实照来说呢 它用一种编码方式叫曼车斯特编码 这个编码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如果说从低到高 在一个脉冲周期内从低到高就表示是1 从高到低就表示是0 所以说这个 波形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我们看下百兆 百兆呢这个其实是现在用的最常见的 然后你从试波器上抓到的波形呢 就是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所谓的MLT3的一个波形 对于一个MLT3的波形呢 它其实是说我这每个每个symbol在这个自己的 在自己的传承周期呢 它都会有一种状态 然后那个这个状态呢 整个它是有三种就是1 0和-1 任何一个周期内呢 它都是处于这三种状态之中的一种 然后呢这里面并不需要你们一定要记住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呢需要记住的呢就是说你们能够从试波器上能够判断到这样的波形 当你看到这样的波形的时候就能够知道它大概是一个百兆的连接传输方式 然后对于百兆的File来说呢 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些它是经过了编码的 因为通常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然后当你从Mac传到File的时候呢 当你从Mac传到File的时候呢是四个bit的 然后当你当经过File的这个PCS物理层之后 它会把它进一个编码 把四位的编成一个五位的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保证你的每个symbol的话 就是说你在传输的symbol当中呢有更多的荣誉 另外呢五位当中呢 它会除了除去表示数据之外呢 它会会有一些控制嘛 而这个所谓的拳腰就是所保证我们常用的这个爱道的波形 然后对于光口来说呢 它的基本上跟100兆的通口来说是一致的 但这里呢其实就是有一点点的区别 就在于对于光口来说 因为它可以传输更长的距离 然后呢 它可以传最多的时候 对于全上空来说可以到2000米 然后呢 它相对于通口来说 因为它去掉了一些内部的模块 一种就是它没有这种夹饶了 另一种呢 它不再需要这个MRT3的这种马型了 对于千兆 对于千兆而言的话 它会更加复杂一点 它的波特 首先呢 就是说它这个图形呢 不再像我们百兆和实兆那样子 一对用于发送 一对用于接收 它的收发其实是在一起的 然后呢 所以说你必须内部能够有单元 能够把你 就是能够抵消掉 你自己发送的那部分 对于接收的波形 你必须想办法 能够把你自己发送的抵消掉 这样才能保证 你收到的波形是对方发过来的 同时呢 收发呢 它是发生在四对线上同时的 它并不是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实照和百照 它是一对收一对发 它在四对线上是同时进行收发的 另外呢 它用的码形叫PAM 待会待会我们会解释一下这个PAM 是什么含义 对于这种FID架构来说呢 其实跟刚才一样 它也是分成PCS PMA等等 对于PCS成呢 它主要是控制一个逻辑功能 然后呃 对于PMA来说的话 它会有 对PMA的话 它主要是完成一个AD的转换 呃 对PMD的话 这层的功能就是完成一个 就是介质上的一个信号的定义 然后对于呃 千兆的这个PAM5的这种码形呢 你可以看到呃 它其实呢 是在四对线上的同时传输的 就是对于千兆而言的话 它不是一个呃 一个对于每一对线上都是一个SIMBLE 一个SIMBLE去取直的 它是对于四对线上的同一时刻的同一个SIMBLE来进行一个采样 所以说这四对线的话 就呃 这四对线上呢 刚好就是 就是会构成一个8BIT 正好是一个字节的一个定义 另外呢 注意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页 然后再就是说看了刚才的那个波形之外呢 就是呃 这个信号定义之外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要注意的几个地方 第一呢 就是它的四对线是必须同时传输的 第二呢 就是说呃 每一个BIT他都是印到四个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四对线上的同一个SIMBLE中的 第三个呢 就是要注意一下 所谓的PAM5呢 就是指这个SIMBLE呢 它是有它的主是从状态里面选任何一个的 所以说才叫它有五种状态 你每个SIMBLE都会选取中的一个 所以说这就是它为什么叫PAM5的定义 这个五个 五个状态呢 就是正二正一零负一和负二 然后通常呢 我们会根据这五个状态呢 呃 会映射出一个BIT 所以说就就意味着你的每一个SIMBLE 这里的每一个SIMBLE 其实是对应这两个BIT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假设说当你没有数据的时候呢 然后同样的跟刚才的摆照一样 它会有一个I导针 然后这个I导针的定义呢 就把它定义成真二零和负二 通常呢这个I导针就是用于保证这个同步的 然后对于你的每周线来说呢 它的传输速率呢都是250兆BPS 这样的话呢 呃 对于你的四对线来说 刚好是一个前涨 但你要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说虽然说我这里的BPS是250兆 但是你如果说你有机会去量从信号线上看到的话 其实它的波特率呢对应的你是125兆 这里就是你要注意一下 所谓的波特率和比特率的一个差别 一个不同 因为通常呢 我们把波特率定义成一个波特对应的是一个SIMBLE 而我们刚才提到了 我们在千兆里面呢 一个SIMBLE其实对应的是两个BIT 所以说这就意味着其实125兆的波特率呢 其实对应的刚好是250兆的比特率 通过这种编码方式呢 我们可以让千兆在传输的时候呢 它的功率密度呢 跟百兆其实差不多的 对于PMA层来说的话 呃 首先呢 我们可以刚才看到就是对于PCS的那层来说呢 它的波形其实还是对于发送和接收还是分开的 但是对于PMA层的话 它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把你的收 四对的收发能够整合在一起 所谓的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叫Hybrid的电路 这个电路呢 肯定使得你在同一个队上可以进行双向的一个传输 所以说在这个层里面呢 就会有一些很复杂的DSP的算法均衡等等 它可以帮助你能够取得更好的接收信号的性能 同时呢 在这个里面还会有些功能 它可以呃抵消掉一些干扰 然后能够同时呢 能够弥补掉弥补一些你信号在这种线来传输上的实真 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link的 框图 你可以看到呃 四对线上是同时进行收发的 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 它的一个byte是映射在四对线上的 所以说呢你必须能够保证一个很好的同步 这样的话你的发送出来的波形才能在接收的时候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采样 能够保证采的数据是正确的 而这之中维持link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哀岛帧 然后的话 当你在传输数据的空闲的时候呢 你会必须有这种不停的发送这种哀岛帧 你保证这个双方都知道这个link还是活跃的 这里还提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MDI和MDIX 这个呢就是指在传统的摆照的这个概念里面呢 就是说我的发送和接收这两对呢 信号是可以互相调换的 但是对于千兆来说的话 因为你的四对线都是同时收同时发的 所以说就并没有一个这种TX和RX交换的概念了 所以说因为在你的千兆里面呢 你通常的定义是ABCD 所以说呢到了这种MDIX里面的定义呢 其实就是B和A是可以调换的 D和C是可以调换的 这里要注意一下最好不要把B和C 就是AB不要和DC来进行调换 因为这里面呢会影响到他自协商 然后说到自协商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就什么叫自协商呢 所谓的自协商 就是首先我们协商的时候呢 然后会有一些自协商的波形出来 这个自协商的波形传统上来说呢 它是只从TX上发的 但是对于现在子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TX和RX给交换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它的这个自协商的波形会每个一定周期 一会儿从TX出来一会儿从RX出来 这样的话 当你才能够保证能够实现刚才所谓的MDIMDIX的功能 然后自协商的时候 然后我们主要会写上的一些内容呢 就主要包含这四部分 第一个就是你的速度 你是工作在10兆百兆还是千兆 另外呢就是你的双工模式 就是到底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的POST模式是同步呢 还是异步 另外呢在这个自协商阶段 这个是传统的对于百兆以前的自协商的定义 但后来引入千兆以太网之后呢 我说说会有更多的一些千兆以太网的信息在这个阶段进行交换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以前的呃 自协商的一个定义 呃 自协商时候交换的数据的一个定义 通常呢 他会交换 这些 呃 这是我们Five的标准的计存器 然后Five的标准的计存器里面呢 对自协商呢 呃的一些定义 他会告诉 呃就首先他会定义一些 比如说你自协商会有广 比如说你当你向对方广播的时候呢 你会广播自己的一些有能力 而当你自协商成功呢 你会知道对方也会会有什么能力 这个是真正自协商的波形 然后呢 他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是呃 一个叫所谓的FRP的真的一个处 这样一处呢 他其实是包含17个刚才的NormalLinkPulse 这个NLP就是刚才10兆的里面定义的 我们一直把它沿用了下来 然后呢 这里面呢 会有一个17个这样子的 信号用于表示是时钟 然后呢在他们中间呢 会有会有一个数据 用于表示是数据 就这样的 所以说当你如果在 试播器上看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是这样的波形 就是刚才我看到那个问题 当你没有插网线的时候呢 你其实在的 TX或RX上 你量到的是 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波形 然后呢 他会有高的粗 有高的这个一个脉冲 还有一个低的脉冲 然后这个高的脉冲呢 其实就表示时钟 对于这种低的脉冲呢 如果有就表示它是1 如果没有就表示它是0 这样的话就是用于传输 这些商的 16个bit 这里还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每个这样的处呢 直接按照 HEE的规范呢 他是定义的是一个16 正负8毫秒的一个间隔 然后如果说这种有的间隔 不是很标准的话 或者是刚刚落在一个 就是门线值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 这些商的失败 所以说当你们 其实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们可以量一下 这样的一个脉冲处 可以先看一下他们 的间隔 然后内容到底对不对 这是经常我们要求你们 在帮助客户 debug的时候 先看一下他客户的设计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字页上的波形 这个就是你在那个 试播器上看到的东西 通常呢 你就会看到这样一簇一簇的 一个 就是波形 当你如果把其中一个放大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一个脉冲 自己商 刚刚才那自协商里面的16个 比特 然后呢 是定呃 表示的是哪些内容呢 就是这里所看到的 首先呢 这是一个 选择欲 这个你其实你不用管 最主要的就是 这里呢 就是一些 56789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刚才看到的那个 file寄存器里面 就说你需要 你自己有哪些能力 然后呢 你需要向 对方告诉对方说你有什么能力 所以每支持一项呢 这里就是 就是1 如果支持就是1 如果不支持 那么就是0 通常呢 这五位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还有一位比较重要的 就是这一位 acknowledge 这个呢 就是说当你接收到对方发给你的 自协商的 脉冲之后 如果说你连续收到过三次 那就是确保是你收到了 那么你会把这个acknowledge为之一 如果说你没有收到 或者是说你收到的信息 就收到了几个 或者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那么这个位就始终始终 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判断 这个link 成功或不成功的远 一个很重要的点 然后当你比如说你量到的自协商波形 发现你发送出去的这个 这个位已经至比1了 那就说明你这边的file 其实已经收到对方的信息了 而且你也向对方发是回应了 而这个自协商迟迟没有link 这个起来 而这个link没有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那很可能就是因为对方的原因 这通常的这一个page就叫base page 这个page就是用于描述百兆的 对于千兆的信息 千兆一台网的信息来说 通常在这个base page之后 这个页他会把这位之一 也表示我需要更多的页来进行更多的传输 而对于next page来说 它会包含更多的信息 这个信息其实就是很多就是关于千兆的一些能力的 这里我们就不再继续展开描述了 另外呢 我们提一下关于自协商和速度这些优先级 然后呢 这个优先级从高到低呢 分别是千兆的全双弓 千兆的半双弓 然后百兆全双弓 百兆半双弓 十兆全双弓 十兆半双弓 当自协商的 因为自协商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 我一端是强制的 一端是自协商的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 Fy会有一个能力 它会跟你根据你 强制那边发生出来的波形呢 它可以判断出你是 它可以判断出你的速度 到底是百兆还是十兆 但是呢 它没办法判断出你 到底是全双弓还是半双弓 所以呢 它为了保证这种兼容型 它会把自己设成 就是优先级相应速率里面 优先级比较低的那一位 这个就是我们 一个表格 就是经常有 呃 有人 包括有客户会问到我们说 一端会强制 我一端是设置了强制 百兆的全双弓 然后一端是自协商 那为什么 自协商那边 会把自己设成百兆的 半双弓的这种能力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你一端是强制 这就是当你一端是强制 一端是自协商的时候 它的速率可以是可能会是匹配的 但是它的双弓模式很有可能会不一样 呃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电路设计上的一些 注意事项 还有一些料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通常呢 我们做一个整个 十兆百兆 或者是千兆的这种以太网的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会通常会考虑这些方面的内容 首先呢 是板子的叠层 然后呢 是你数字接口的设计 你是用MRI还是用RGMI还是用GMI等等 第三个呢 你需要考虑一下时钟 这个时钟你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时钟的架构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第四呢 你要考虑一下那个插分队 因为这个插分队的话 你是该怎么走 会有一些什么要求 第五呢 你要考虑一下你所用的变压器 第六呢 你要考虑一下你的连接器 连接 第七呢 你可能考虑 也需要做一个板机设计的时候呢 你需要考虑一下它的保护 也保护的等级 然后呢 最后呢 你会考虑一下 你在设计这个电路的时候呢 它的芯片一开始上电时候 默认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最后呢 你要考虑一下整个芯片的这个上电 然后包括对一些特殊的芯片来说 可能还会有一些上电顺序的要求 这个是我们一个典型的 摆照以太网接口的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数字 接口的地方 然后呢 这边就是模拟接口的地方 这个是 当然了 这个图里面可能是比较完美的 我们以后其实真正你客户遇到设计的时候 可能没有这么大的空间 或者与种种限制 没办法做的这么好 但是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对于板子叠层来说呢 通常的话我们建议客户会做四层板 因为四层板可以有一个 每个信号呢 都它有一个稳固的地层 这样的话你每个信号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 做一个主框控制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在现在的很多客户设计里面呢 它可能就有两层板 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时候呢 不可避免的会引起 会引起一些信号质量的损失啊 造成一种 就是以太网的不稳定 就是说这个是需要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客户介绍的时候就让他们需要做一个取舍 对于 多层就是刚才提到四层板来说呢 通常我们会对建议这种时钟大于5兆 或者它的上升时间小于5纳秒的 这种信号线呢 都会做这种多层板的设计 因为它通常在这种情况呢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导线 需要把它当成一个高速的传输线来对待 用这种多层板的设计呢 它会有对你的辐射和抗干扰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然后 其他就没有什么 这个就是在你板子叠层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对于接口这边呢 就是说你设计的时候呢 首先呃在数据接口里面 通常我们会建议客户你要加一个传联电阻 这个的目的是做一个传联阻抗的匹配 这样的话好处就在于它可以减少辐射 然后让它保证一个信号的完整性 通常呢 每家客户因为它的用的 管角的模型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会建议你们参考相应的数据手册啊 或参考设计等等 或者一些application node 来做这种 来确保这个设计是完整的可可靠的 对于这种数字接口这边的layout呢 这里是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首先你你要绕这些线呢 最好是能够 edge来走 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 有更好的特性 同时呢 记住呢 把你的串联的电阻呢 要靠近你的发送端来放 然后呢 对于长度和时钟的话 你需要通常我们会建议都是保持一致的 另外呢 你要保证你的这个线能够尽可能的短 然后满足时序的要求 但是这个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严格了 因为本身这个数字接口这边的话呢 线就可以走到 我们看到的最长可以走到10个英尺 就是大概25厘米左右 就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MI的接口这边的layout这边呢 另外呢 就是时钟 这个其实时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通常呢 对于时钟的设计来说有很多种选项 然后尤其是我们的fi 呃 Microchip的fi 他的时钟的这个给你提供的选择会更多一点 比如说呢 呃 他可以提供一个Oscillator 这个这个Oscillator呢 又给这个时钟呢 又给又给麦克又给fi 这样的话其实是最好的 这样能保证这个线的长线是 长度是一样的 那么你可以保证这两个这个时钟到达这两个芯片 对于芯片来说它是完全是同源的 但还有一种设计来说呢 就是把时钟给了fi 而fi来提供这个时钟给麦克 还有一种最低成本的方案呢 就是用crystal crystal的话 这个这种情况呢 就是用crystal把时钟给fi 然后呢 再用fi 提供时钟给麦克 我们通常见到的客户 大部分会用这种第三种情况 因为这样的话成本会最低 呃 那我们的一般的话麦克 麦克 就不的范呢 他还会对这些就是你的不同的时钟方式呢 他在你 对你一上电时候呢 他只是用你的某些管角的状态来确定 所以说你需要在你设计的时候呢 需要一开始就小心考量 选择合适的一个时钟模式 呃 对于一个时钟的要求来说 其实现在对于现在的无论是设计而言呢 都是比较就是没有那么高要求了 通常比如说我们要求的频率稳定度 可能就是一个50ppm以内就好了 他包含整个的比如说你的准确度啊 或者是随着时间和温度的偏移 而在这里面呢 要提一下 就是提到这个MEMS的Oscillator 他的这种 呃 精震的特性呢 因为他在整个温度范围内他都会比较稳定 他的稳定性稳定度会比通常的christal会更好 所以说当你在一些比较 关键的场合 比如说温度变化 或室外的话可以考虑这种所谓的MEMS的精震 这样的话 因为他的稳定度会更好 对于christal这种layout呢 就是说通常 我们会建议他放在表层 然后和你的 芯片靠得越近越好 同时呢 对于你周围的话 他的无论是他的底部 还是他周围呢 会建议你把它都隔离开 如果能够铺地的话 那是最好的 就相对把你避免受到干扰 同时呢对于这个距离呢会有一些一定的要求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通常我们看到客户设计里面这个都 都能够做得很好 然后呢就是插分队 然后对于你的插分队来说呢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通常这个fi会有两种结构 一种呢就是所谓的电压电流fi电流型的fi 一种呢就是所谓的电压型的fi 对于电流型的fi来说 他的中心抽头需要接到VDD上 同时呢他需要外部的一个电阻来进行端接 而对于电压型的fi来说呢 他是不需要的 他的中心抽头只要直接接地就行了 这里一定要注意 就是当假设帮你们帮客户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fi的区别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例子 就是说客户可能只是抄了原来的一个设计 但是呢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fi的不同 所以说呢他原来的用的fi可能是个电流型的fi 而现在呢新选了一个电压型的fi 这样其实就会导致你 如果说你完完全全抄原来的图的话 就导致这个TEL这部分就不工作了 对于这两点来说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的 这各有什么好处呢 就对于电流型的fi来说 因为他的外部端接是通过外部端接的 所以说呢你可以 自己 通过对这个端接电阻进行调整 然后呢让他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信号完整性 然后呢通常电流型的fi传输的距离会更远一点 而对于电压型的fi来说 因为他已经内部结成了这个端接 你是不能改他的了 所以说呢他会收到预定的局限性 然后他的距离没有电流型的fi传输的远 但呃有些这些东西呢也就是相对的 呃因为你电流型的fi呢 因为有了刚才的好处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你的外部电路设计起来会更加复杂一点 而对于电压型的fi来说呢 他的电路就很简单 这样把这对线拉出来就好了 对于差分阻抗来说 我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说你们一定要记住以太网的话 他毕竟是属于高速数字设计 所以说他对阻抗是有要求的 呃我们也见到很多客户在设计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太在意这一点 所以说导致他设计出来的板子 会有丢呃以太网不通啊 或者是会有丢包啊等等 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那个以太网的这个差分队 他是有阻抗控制的 通常呢 这个阻抗控制你可以跟他是由你的 根据你板场所用的板材来决定的 你可以给他一个值 然后呢 通常呢你可以给他一个 比如说我要做90欧 我做100欧的一个阻抗控制 那么呢 板场会通常会根据你的限宽 你的限距来做一个计算 然后呢 他会给给你的工程师来提个参考 然后呢 你如果说你的工程师就是客户这边的工程师确认了这点 那么他会做一个确认 通常我们以太网来说的话 那插分阶是做100欧米的一个阻抗控制 然后这个是一个插分队的一个layout的一个要求 呃 这里写的比较多了 大家可以下来再一个一个自己去干 首先呢 就是说当你接一些比如说保护器件的时候呢 你这个stop要尽可能的短 然后呢 在这个插分阶走线的时候呢 要尽量避免90度的一个直角的弯折 要把它变成这种 45度 或135度的 然后第三呢 你这个驱动能力 驱动的这个电阻的同样的 你要尽可能的放靠近的发送端 呃这个时候的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termination电阻 这个的话 通常的话是放在靠近5次这一侧的 然后呢 你的铺地的话 还是基本上是铺在变压器的中心 然后呢 做变压器的中心的一步 靠近数字侧呢 它会有一个完整地的平面 但是对于它右侧对于接口 靠近连接器的那侧呢 可能直接挖空就好了 这也是很多地方客户会去问的 另外呢 就是注意一下 长度 我们的通常的这个变压器呢 要尽可能的靠近的连接器来放 而你的这个 数字 数字的这侧呢 其实可以走的相对长一点 而且为了你个更好的EMI的效果的话 你其实大 这个 这部分反而长一点会比较好一点 而这边呢 就是你的 靠近连接器那侧呢 会少尽可能的短一点会比较好 另外呢 就是电源和地 地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 你对于你的插分线来说 你要 下面你要保证一个完整的地 它是连续的 不要被隔断 对于电源来说呢 电源的话 你是可以可以可以提供的 因为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被隔断 然后呢 就是变压器的选择 这个变压器的主要作用呢 它就是起一个隔离和工膜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通常的这个 有带这种变压器的呢 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EMI的效果 像这种分离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威乐设计简单的 很多变压器 很多那个连接器的厂商的会把变压器提升进来 这种提升进来的变压器呢 好处就在于它的尺寸会更小一点 但是呢 它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在于当你做一些保护的时候 你就只能用它内部的一些保护 你在外面的没办法自己进行调节 而你用这种分离的变压器的话 那么你可以根据你所需要的防护等级 在这个变压器的走线上做些不同的防护器件 这个是变压器的参数 你要最起码的变压器的一定要保证它是均衡的 然后呢我们看到有些客 我们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看到可有些客户呢 他会可能会用一些比较 为了追求成本 他可能会一些比较差的变压器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 因为这个差的变压器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 感抗可能会有差别 同时呢它的 就是查问队可能做的不够平衡 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你的信号不够不是很好 这样的话可能会在实际应用中呢表现出来就是可能会丢包 所以说通常我们会建议你在客户在应用的时候呢 还是尽可能够选取一些我们手册里 或Application Notes里面推荐的这种BIT 对于连接器这一侧呢 通常会有这样一个75欧姆的Smith端接 这个呢就是一个更好的信号效果 这里是相当于是经过很多人无数代人的这个实验 然后实际经验然后终结出来的最好的一个 最优的这么一个值 通常呢这个值75欧姆 然后呢注意这里这个值是一定要加的 我们也看到一些客户 他在做的时候可能把这个值忘掉了 或怎么样的会导致你的 在你link的时候 传手传输数据的时候会有丢包的现象发生 通常呢这里还会接一个高压电感 它是2000伏的 然后呢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对于你如果说集成在 如果把你的变压器和你的连接器集成在了一起 那么里面这个2000伏你就没有变法 你就没有办法就改变它了 然后呢 另外呢就是这种 注意一下就是说你这只是最常用的情况 比如说在一些户外啊或者是一些恶劣的场合呢 这里的其实保护呢不仅仅是需要加 这种一个2000伏的格拉电感就够了 他可能会需要加一些专门的保护器件 比如说GDT啊或者是这种 压名压名管等等 这个时候呢就说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 那么你是一定要用这种分离式的变压器 对于连接器这边的layout其实就跟刚才那个图上你可以已经可以看到了 他这边通常建议你在连接器和那边下面这边是挖空的 然后呢这边只要走layout就好 只要走插分队就好了 然后尽可能的保证它是等长的 这个是connect的电源 因为通常呃 电源和地的连接 因为通常呢呃connect的这侧呢 我们会接一个机箱地 而你通常的数字电路那边呢 会接一个数字地 而在这个地方呢 通常会通过一个零电阻 或者是一个小电感 而小电容小电容进行单点连接 这里要注意你要把它隔开 这里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接地孔 如果说你这里放了一些保护器件的话 那么你的保护器件的那个地 要一定要和这个螺丝孔尽可能的接近 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卸放作用 保护作用 当你很大的突然比如说像雷接啊 或者是呃等等很大的能量 像加到呃信号线上之后呢 他可以通过这种螺丝孔 能够尽快的把这个能量释放掉 再来避免对你的旗舰造成的损耗 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 比如是针对ESD或者设计的一个 保护的设计 通常呢呃从你的变压器到你的 芯片这一端呢呃在这边呢加的保护呢 在相当于开始靠你连接器这次 加的保护呢叫一级保护 然后呢在你的 fine和变压器之间呢叫二级保护 一般情况我们只要在这处理做二级保护就行 就在一些特别要求或者在室外的情况下 你会在这里做一级的保护 关于更多的这种保护的信息呢 你可以看我们有一篇application note 而这个里面会讲的更加详细一点 除此以外对于你的EMI的话考量的话 为了能够减小辐射干扰等等呢呃的 这个commod的choke呢 可能要大于100兆会选的比较合适一点 呃同时呢你可以在这里加一些小电小电感 另外呢就是对于你的IMI的时钟来说 因为对于IMI它的50兆时钟可能挺呃 可能引起的辅助会更高一点 所以说你最好的方式呢 是你可以在外面的用去包底 同时呢可以在这个时钟上可以考虑加一个小电容 好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呢来进行调解 但要记住的话一点就是说你为了这些 而加的这些无论是commod的这个choke呢 或者这些小电感呢 其实都会影响到你以太网的 传输的信号质量 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取舍 你如果说要需要更好的保护 你不可避免的可能就要牺牲掉一些信号质量 但是你如果说为了保证一个信号质量的话 可能有时候 呃你需要把这些保护器件先拿掉 或者是酌性的减少 或者是考虑用这种更好的保护器件 因为越好的保护器件呢 它的机身电感电容都会比较小 这样的话对信号引起的 衰减就会比较小 最后呢这是一些关于我们 呃 所谓的刚开始默认配置的一些 要考虑的地方 通常呢我们这个默认的配置 ping呢是在上电的时候在 reset释放掉的一刹那 然后对这个脚上进行采样 然后采出来的高低可能会对你的一些默认 配置有影响 通常呢有一些 呃影响的会影响到哪些参数呢 会影响到你这个 发工作的速度 然后呢他的双工模式 和他是否要使用自协商 然后呢他是否支持这个MDI MDIX 另外呢会影响到你发地址的设置 这个就是通常情况下 我们叫所谓的stripe pin 所起到的功能 这个时候呢其实每家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需要根据你远选用的fine 然后每一个 不同的fine的话不同的定义 判断 然后呢这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 有些时候呢 呃这个芯片内部呢会集成这个上下拉的电阻 但有些时候呢 呃可能某种原因 这个上下拉可能会在你的具体设计里面呢 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你就必须想仔细的去考虑 呃你是不是需要这个外部的上拉和下拉 因为通常情况外部的上下拉会更加可靠一点 最后关于电路设计上面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你的上电顺序 对于fine来说其实我们对 上电顺序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了 并不像一些更高端的像CPU 或SOC等的这种 呃通常 而且我们的fine通常的话都是单电源供电 所以说想的会更加简单 但是呢呃虽然说简单 但是如果说你设计不好的话也会有一些问题 对于上电顺序 通常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第一就是你的 电压 和reset之间的关系 就是当电压上到就是真正稳定之后 那么你需要多少的reset时间 才能够保证这个芯片 正常工作 这个是需要去查阅各个手册的 因为每个手册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可能几个微秒就够了 有些可能要几个毫秒 甚至十个毫秒更长 顺着更长时间 另外还有个注意到的地方就是关于刚才提到的stripe pin 因为stripe pin是在你的上升颜 它一通常情况 它只是在上升颜变高的这一刻才有效 才会对它采样 所以说你一定要保证那stripe pin的这个值 在你reset被失望掉的这一刹那是一个稳定的值 是你所需要的值 最后呢是整个的一个power 我们的芯片 因为通常都是单电源供电 它但是呢 它其实是对于 它的靠电压可能会更加低 比如说1.2V或者1.8V 那是因为我们通常的芯片内部会集成一个 小的regulator 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在这个 靠电压输出的地方呢 你要加这样一个小电容 帮它滤波 同时呢 每个这种regulator的输出呢 你只能给本芯片自己使用 不能给别的芯片用 因为我们遇到过一些情况 就是说 有些客户看到说 哎我你这里产生了一个1.2V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拿去给其他人用 其他的芯片也用这个呢 这样是不可以的 因为 通常这个regulator的输出都比较小 它的电流不够说能够呃供应更多的芯片 除此以外呢 有些客户可能 因为他本身有有多种的电源板上 然后呢 他为了降低功耗呢 他想用外部的电源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看 首先你要看这个芯片 支不支持这个外部的靠电压的输入 如果不支持的话 那么你就不能这么直接接的 接了反而会有问题 然后呢 那刚才就是整个电路设计的基本上的内容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说 当你设计完一个电路图之后呢 你可以去 如果说你不够确定的话 你可以去寻找microchip的帮助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online的check这个工具 这个的话就可以你网上直接提交 会有专门的AE 来帮你review你的原理图 而且呢 这部分的话 他可以帮你原理 review原理图 也可以帮你reviewlayout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整个是都是免费的 目前能够提供开放这个服务等是 包括以太网的部分 USB部分 和touch的部分 这些可以尽量减少你的一些风险 然后增加你的设计的可靠性 这个呢 除此 除了刚才提到的online的check之后呢 就说 你们要去 在我们网上找一些整个的一些文档 目前我们Microchip是目前所有供应商里面 应该是比较最open的吧 他的所有的data sheet和application node都是开放的 而且不需要你注册或登记 然后这些application node和设计资料呢 包括会有原理图啊 checklist啊 还有一些 更多的guide 然后的话这些你们都可以下来进行参考 我们接下来讲比如说一些测试和调试的一些方法 然后呢 这个板子就是说通常呢 一刚回来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 问比如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然后呢 比如说在debug的时候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哎呀 我的板子不工作怎么办 然后呢 我量信号的时候就这些正常信号都没有该怎么办 然后呢 会有一些什么比如说调试的办法啊 等等等等 然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部分统一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当你的板一个板子刚回来的时候呢 你首先做bring up的话就是要把一些基本的信息测下 比如说你的电压 你的时钟 还有你的link的状态 他们要看一下 然后对于一些系统的测试 假设当你的板子真正好了以后 所谓的好呢 就是说你的link已经通了 网络已经通了 那么你需要做哪些测试来验证这个设计是可靠和完整的呢 通常你可以用一个 首先用ping这个命令来测一下这个以太网的互联互通 然后呢 如果是它已经通了 那么你可以对性能有要求的话 你需要做一个throughput的测试 对throughput的测试来说呢 我们通常会用下面的一些工具 最简单的也是最便宜的呢 那就是用iprof或者是ftp或者是NAT NATTCP这种命令来做 这些命令目前呢都是开源的也都是免费的 这个成本以后更低也是最低的 另外呢就是你可能会用一种外部的这种发泡器 这个就会比较专业一点 专业的工具 这个就很贵 因为通常一台这种以太网的测试仪都要 都要都要都要不少钱的 取决于你测试的内容和它的 能容量 然后呢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你 需要有些时候呢你需要去检查一些 发泡内部的寄存器 它那个寄存器通常呢叫MIB 然后就是管理信息接口 然后这些寄存器呢通常会 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技术器 它会记录你所有的一些包的包的 比如说有没有错包 错包数量是多少 然后收到的小包是多少 收到的大包是多少 等等等等 通过这些呢 你来看你的这个设计呢 是否满足你一开始的系统要求 除此以外呢 你在这种最初的测试的时候呢 你要保证你有一个golden的一个link partner 然后呢保证你的一些cable啊 或者是它的适应的速度呢 都是符合你的要求的 通常呢你肯定是需要一个试播器的 那么你这个试播器呢 必须能够 能够测量你这个以太网的要有 能够测量你以太网效能能力 对带宽或者是对它的采样 都会有一定的要求 因为像一些太低端的 或通常的这种的话 其实因为它没有办法 完整的捕捉到以太网的信号 所以说它 它是不适合用在这种 以太网的测试当中的 另外呢 对于一些 要求更高的客户而言呢 它可能需要 过这种以太网的兼容性测试 那么这种情况呢 那你需要买相应的试播器 同时呢 甚至需要向这种 试播器厂商呢 买一些他们的软件包 这种软件包呢 通常是收费的 但是呢 它可以帮助你 提供一份完整的这种 关于以太网接口的测试报告 一般情况 只要你这个测试报告 能够 里面的所有的项目都不能够pass 那么证明你的这个 通常证明你的这个 借口设计是没有 就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所谓的这个quick check来说呢 就是说要check哪些东西呢 就是说第一你要确认这种有没有 器件有没有丢失 然后有没有错误的 看的值跟你的设计值是不是一样 然后呢 焊接有没有问题 这个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说这部 就是所谓的目测或者是pick check 然后大家可能经常会说 这个我肯定设计了 然后板上肯定就会要这么贴 但实际上呢 不是的 我们发现在我们遇到的错误当中呢 有很大一部分概率 是因为工厂在组装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电阻值贴错了 或者说一个器件漏贴了 或者把电容贴成电感了 这种都是都会发生的 这也就是这个目测的目的 它可以虽然说它花的功夫不大 但是呢它提到的效果其实很好的 另外呢就是量电压 电压的话主要是量你的这个电压 是不是在这个你的工作允许的范围之内 对于时钟而言的话 就是你需要用试博器来确认的这个时钟 提供了时钟的要求 满足不满足我们芯片的要求 比如说它的频率 帐篷笔周期等等 然后呢是你的 debug的时候要看这个Cable 然后呢你这些遇到的这些问题 是不是跟Cable有关的 或者是不是跟这种Cable的长度是有关的 然后呢就是要看你这个问题呢 那是不是跟温度有关的 最终呢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你要看你的这个问题呢 它的失误率到底是多少 这个呢它是一个如果是多的话 那就说明这一个共性问题 那基本上肯定是要从你设计方面来找原因了 但是如果有些时候比如说它的这个概率很低 那么你有时候可能就要要求从你的比如说工厂的制造啊 或者是焊接等方面来找问题 然后呢debug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看你这种问题 它是有有没有什么触发条件 它是在某种情况下就一定会发生的呢 还是每次都是随机出现的 莫名其妙出现的 然后呢你要看你的Link Partner 就是Link Partner 是不是跟这个效果 跟这个跟现在这个问题是完全无关的 当你其实把这些问题都问清楚之后呢 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来定位说 我这个 这样的话也可以 你把这些庭供给 比如说你的Fae或者是等等ae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更好的 来判定这个问题的 像很多时候我们收到的客户的就说 这个芯片不工作了 这怎么办 或者是有有什么引起的 其实对于这种信息来说 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说 你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的 所以说不管是你客户而言 还是你们在协助我们Fae进行工作的时候呢 都希望你们能够和客户一起在客户现场呢 把这些问题呢 先简单的帮我们总结一下 至少是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向我们的客户咨询一下 然后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就是说对于以太网的debug而言 最主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能够隔离出 把问题分离出来 就你确认到底哪些是不工作 哪些是工作的 这个呢通常呢就是你可以通 就是通过问问题来实现的 比如说首先呢你要问他 比如说一个以太网不通了 那么你要确认一下 他到底是完全没有这个link呢 还是这个link是先建立了过一会儿 掉了以后 而这个呢 关于no link和link job这个问题呢 他其实就是跟你的速度自协商 还有双工 还有这种DX course over 这个是相关的 然后呢假设你的客户告诉你 提出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不工作是因为发现没有traffic 那么这个traffic呢你要问清楚他 到底你这个traffic的方向 到底是哪边没有 是只有TX呢还是只有RX呢 还是TX和RX都没有 然后对于丢包 是只是刚刚才没有traffic是同样的问题 你这个丢包是丢在哪个方向 是指TX丢呢还是指RX丢呢还是你双向都丢 还有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 所以当你比如说Five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能够去读Five的计存器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告诉我们 你现在目前这个Five的计存器是可以读的 然后呢这个所谓的Five的特殊模式呢通常就是指我们的 发那个以太网测试报文的时候 那么你要告诉我们说 现在是比如说能发 还是不能发等等等等 就是说 中规而言对于这个以太网的条件来说 很多时候呢 你是需要不停的去问 去问很多的问题 来帮助 隔离出 就来判断出到底这个问题可能会出现哪里 现在判断出具体 这个所谓的Five工作 到底是哪部分不工作 有没有能够有个大概的原因 大概的地方 下面呢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 就是Debug的方式吧 这一页呢也可以刚才正好有个朋友有提到说 假设我的这个以太网没有link的时候 就所谓的没有partner的时候呢 会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你没有partner的时候呢 遇到的不行 对于实照而言的话 你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脉冲 就所谓的叫NLP 它就是隔一会儿会有大概 会有这样一个脉冲出来 对于百兆的而言的话 它就是会有这样的一处 对一个的脉冲 FLP的处 这就是所谓自协商的波形 刚才我也提到了 就是说你从这个自协商的波形当中呢 你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 你自己Five宣称的能力 有没有是不是按照你的想法 已经他告诉对方了 同时呢他有没有了解到对方的能力 对于呃还有一个问题 对于没有partner这个呃 假如你没有没有link的时候呢 呃有可能是因为这种MDI 这个功能引起的 这个时候你为了能够消除它的影响呢 你可以把它在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在利用stripe pin 在你这个Five刚启动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功能关掉 这样的话呃 你看是不是因为这个 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这种 没有没有link的原因 然后这个是实照的 实照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假设你遇到一个问题 呃 客户说你发现他是Five工作 但是呢你可以通过量他的波形 来判断出他到底link了没有 这就是你要从示波器上能够看到的 码型 如果看到的是这样的码型 那就说明目前的话 其实他的实照是已经工作了 假设你没有这种码型的时候呢 你可以试着 比如说把它把你的寄存器强制射成 实照回板照 来看有没有这样子 跳过这个字眼上的阶段 因为我们另外就是发现呢 很大一步的原因 客户板子不工作呢 其实就是因为字眼上引起的 所以说你为了能够跳过字眼上 这个阶段呢 你就可以把它 通过寄存器 来设置一个强制工作的模式 对于摆照而言呢 当你设定了强照 强制的摆照之后呢 他的字眼上的波形就不会出来了 你在试播器上 在你的发送端呢 你就可以抓到这样子的波形 除了刚才那个直接从物理信号线上来抓一些信号的进行判断之外呢 当一个客户 当你遇到说一个fi不工作的情况呢 你还可以要想办法能够隔离出这个问题 究竟是你的线测有问题呢 还是你的麦克测有问题 而对于隔离这个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呢 就是做loop back 做所谓的回环 因为通常我们的fi里面呢 都会提供两种的还回方式 一种呢是叫数字还回 一种是叫模拟还回 所谓的数字还回呢 它就是在PCS测 当你设定好这个 当你使能的这个数字还回之后呢 你麦克测发的包 它会直接经过PCS 然后就直接还回到了麦克 你可以在麦克测呢 检查你发送的数据 和你收到的数据是否一致 如果是一致的话呢 说明你的其实数字这一侧 你这套这一侧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所谓的模拟回环的话 它其实是在你的模拟 Fi芯片内部的模拟那部分呢 直接做了一个还回 这样子的话 就相当于当你的Link partner 你的对端 发送了一个包以后呢 这个包完呢 它不会进入到你的Mac 然后它会在你的fi里面 经过这个AF这个模块 直接就进行回环 这样的话 你可以在你的Link partner这一侧呢 就是你的对端这一侧呢 你看你收到的数据 和发出的数据是不是一致 如果是一致的话 那说明你的模拟这一侧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通过这个回环测试 你可以判断 你的到底是数字测有问题 还是你的模拟测有问题 然后对于限测这边呢 还有经常可能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呢 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客户告诉你说 我这个Link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它一会儿就起来了 一会儿没有起来 或者是说有时候会告诉你说 我有这种丢包 或者是报文错误的这种现象 针对这种现象呢 就是说你可能的原因呢 就是可能会有这些方面 首先呢就是时钟 你的时钟或Crystal选择不合身 提供的这个频率啊 或者什么地方有问题 Git不满足要求 那么可能会引起这种问题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点 就是刚才就是一个叫Rack 这个Resist 其实呢这就是一个偏制电阻 我们对这个偏制电阻的这个值呢 它并不是统一的 它每个File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这都是经过我们实际很多次调试 选出选出的一个最优值 而且这个电阻值呢 通常我们是在控制在1%精度以内的 很多客户对于这个电阻值呢 他其实不是很在意 他经常可能会选一个类似的 或者是精度不够高 可能选个10%等等 那如果说这个组织不满足要求 或者不符合要求的话 那么它会导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原因 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会引起 刚才这个现象的原因 就是说你的Termination端接 对你的X分数管上的端接不对 这个呢通常是适用在那种电流行的File 因为电流行的File 它对它外部的端接电阻 其实是有要求的 通常的是49.9Ω 然后但是这个呢 根据每个芯片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你要根据芯片的具体值来取 而不是自己可能随机 选一个经验值 或者是follow以前的一个值 这个值如果不对的话 也可能会引起这种暴温 就是这个令和时段时序的问题 第四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变压器选择不对 或者说变压器的连接方式不对 因为这个我们经常有看到客户 就是刚才我以前我刚才也提到过 对于电流行的话来说 它的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呢 它是不需要接到VCC的 但是你如果把对于一个电压型的File 设计你把这个拖头接到了VCC上面 那么就会引起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必须保证你的设计 你的模式是正确的 这个是我们针对 比如说你的所谓的File工作 然后link会是有是没有 所以这个现象 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原因 这个呢是一些通用的 比如说Mac内侧遇到的一些问题 对于Mac内侧线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所谓的不工作呢 我们可以帮你如果说真正的去进行了量之后呢 你会发现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你的MI的发送册没有数据或者是丢包 或者是说你的接送册没有数据或者是丢包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首先要确认的就是说你的时钟 你要量下这个你的MI这个接口测的这个时钟有没有 这个时钟频率对不对 符不符合它的要求 另外呢针对RMI接口来说 因为对于MI接口来说 刚才也提到了 因为它每组的发送和接收都是各用一个时钟信号的 所以说引起的问题就会小一点 但是对于RMI接口来说呢 因为它的18总和接收都是共用的一个时钟 那么这个时钟有时候会太长的话 就会引起一个时序上的问题 这个就是说你要根据你的手册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判断 因为我们在实际当中也确实发生发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所以说对于RMI的这边的话 需要详细去检查你的时钟的一些margin 它的建立时间 检查它的建立时间和检查它的保持时间 是否真正满足你芯片 就是你这个link两端的芯片的要求 这个如果不满足的话可能是会引起丢包 或者是会有一些错包的发生的 这个是对于RMI接口的话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说明 对于时钟 因为通常情况对于RMI的话 它有两种时钟连接方式 一种是左面这个 我们这个叫所谓的同源的 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是我们是最推荐客户使用的 因为这种情况呢 你的mac测跟fy测 它的时钟收到的相位是一样的 那么你在考虑这个数据的时序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考虑它的建立时间 保持时间和这个飞行时间就可以了 对于这种情况呢 对于第二种这种RMI接口的时钟方式呢 因为它的数据其实是跟你的 它是它的R5 它的时钟呢是由fy给mac的 那么对于你的发送段呢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连飞行时间都可以忽略掉 如果说你的时钟和数据处等长的话 那么但是对于你的mac的发送这次来说呢 你就必须考虑到 你就必须考虑到这个时间 时钟是经历了一个来回 就是说你需要保证它的这个时序是符合要求的 你必须保证这个时钟的delay不能够太长 如果太长的话会影响到它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一个冲余 对于通常上面还有一个fy的问题的话 就是fy偶尔会就死掉了 所谓的不工作了 另外呢 fy的话有时候输出的可能 时钟啊 时钟啊信号呢 有时候会频率不一样 这也是 我们所谓的 就是fy不工作的现象之一 然后对于这些现象呢 它可能原因就在于 第一你的时钟 可能会是本身给它的时钟 就是不对的 第二呢 你的时钟和电源的某些ping 连接是错误的 或者丢掉了 什么时候会有这个missing ground 的这个这个情况发生呢 就是说我们有些的fy呢 它其实它的管角上其实是没有d的 它的d主要是在一个 像QFn这种红装的话 它肚子下面的这样一块d 而这块d有时候在焊接的时候呢 因为种种原因 还没有焊接好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的整个芯片 其实是没有一个很好的d连接的 在这种情况下 会导致你的很多信号输出异常 一个最典型的就是你的时钟的频率啊 时钟会抖动啊 或者频率不对等等 引起刚上面那个现象呢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你的上电顺序不对 然后这里面所谓的上电顺序不对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的reset的时间不够长 没有 这个我刚才提到了 就是每个芯片对于这个reset的 时长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有些可能会稍微长点 有些是短一点 就是说你必须根据你的芯片 实际应用的芯片来保证 来看它的要求的reset的时长 来保证你给它上电的时候 要能够满足它的要求 符合它的要求 还有一点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pinkstriping 就是说刚才提到了 很多功能一开始的默认的功能 是靠这个striping pink上的状态来决定的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你这个pink上的状态不定 比如说可能没有达到 不是明确的1和0的话 那么就可能导致采用错误 那么就会导致你的功能 起来是不完整的 这个我们也经常看到 这前面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 在debug过程中遇到的 常见的一些问题 然后怎么能够 还有就是怎么隔离这个 这些问题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会提供一些专门的工具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mdlo的tools 这个tools其实是很好用的 然后这个是开发板上的一个接口 它通过 它其实就是通过mdcmdlo 来访问所有fi的内部寄存器 并且把所有寄存器的值呢 会给你读出来 显示在这里 这里呢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 假设你一个link 你可以就是判断出这个link的状态 有没有link 或者这些上有没有完成等等 就是说当你们有时候 比如说如果说一个客户报告 说fi有问题 那么你可以试着 而前面提到的 你们都已经检查过了 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你可能可以 使用这个工具 来访问一下这个fi 内部的寄存器 来判断一下这个fi 内部的状态 究竟是真的正确还是不正确 前面呢就是主要是在讲一些 debug的一些 内容 然后呢 最主要的呢 就是当你设计一个以太王 接口 接口设计完成以后呢 你需要满足的就是 iPro1规定的 它这个兼容性的测试 这个兼容性的测试 这个标准其实就是 你的抵达的一个规范 你只有所有 你只有符合它这个 兼容性测试的设计的话 才能够保证你这个以太王端口 跟别的能够是互联互通的 因为对于一个以太王 其实你单个的一个口是没有意义的 它最主要的就是需要形成一个link 它需要跟别人来互联互通 如果说你没有过这个标准的话 那么就很有可能 呃 保持不通的话 别人就会怀疑你是你自己的设计有问题 而不会怀疑别人的是有问题 对过这种标准呢 其实现在有很多方法 首先我们这里以太客的为例的话 它其实是有呃 就是会有这样一个试过器 然后呢它会有 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工具 叫TDSet3 然后呢这个工具 它有一个完整的开发包 这个开发包呢其实是卖钱的 它有需要配套的拾波器 需要配套的探陶 呃 还有需要配套的这个波形发生器 然后呢还要有一个甲具 你只有有了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这个对这个以太王的兼容性 测试是很简单的 你只要需要按到它的guide上的说明 一步一步点就能够完成了 通常情况呢 这个以太王的兼容性会分为两部分 就TX的测试啊 RX的测试 对于发送测这一侧呢 它会测你的这种 Link 的时候这种波形 然后呢 埃到真的时候 然后呢 还就是你的Duty Cycle啊 或者你Gita啊 上升时间 下降时间 还有的掩图 是不符合要求的 对于这些的话 其实测试都是 对于你的拾波器 和那个甲具软件 配套的测试软件 它都是自动完成的 对于RX的测试来说 可能会复杂一点 而且呢 一般的情况的话 呃 客户并不要求这个RX的测试 因为RX的话 会需要涉及到这种专用的 波形发生器 就是说通常我们讲 你们能够理解这种TX的测试 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们这里拿我们9031 来做一个例子 然后可以看一下9031 内部一些的功能啊 或什么 是可以需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9031的话 我们这里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支持十兆百兆千兆的一个范 然后呢 它可以在CAT5的UTP上 实现上面的功能 然后呢 它是一个电压型的牌 它这里的话 就是说了 我是片内的这个断接 然后呢 它还有一些什么功能呢 比如说它的这个DOR 是可以交换的 然后呢 它是自动对齐的 然后呢 它的机性呢 也是可以自动检查的 同时呢 我们对于我们的9031来说 这个就是它麦克侧的一个接口 它会支持GMI 它也会支持MI 这里的话 其实我只拿了一个9031 那个MI那个的信号 其实9031 我们还有一个9031R 它是支持RGMI接口的 同时呢 我们这个接口的话 它会支持3.3V 2.5V和1.8V 然后呢 我们呢 对于9031G克来说 它是一个单电源3.3V的供电 然后 因为它内部集成了一个LDO 它可以通过外部加一个低成本的MOS 就可以提供一个1.2V的靠件压 然后呢 它是一个64频QF的封装 就是说 当你看到QF的封装的时候呢 你就要注意到它的D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客户会在建库的时候呢 会忽略掉这个肚子底下那个D 这样会导致你的整个 芯片工作不正常 除此以外呢 对于9031G来说 还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对于你的千兆的 千兆模式来说 自写商它总是需要的 是不能够把它Disable 它不像10兆或百兆 第二呢 对于速度来说 如果说你的速度动态的改变了 假设你比如说你一个link已经建好了 然后呢 但是呢 你通过某种工具 然后直接把那个 它的partner或者另一端 直接改成了板杖 那么呢 这个link呢 会自动的会先当掉 然后呢 重启一个自协商或者是重新来初始化 直到一个你的这种speed 你的那个和它的partner协商成功 才会重新建立起这个link 如果说假设你这个link已经建立好了 然后就相当于你的速度是不变的 但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只是简简单单单的改变了一些双工啊 或者是post的能力的话 就算改变了 那么它也不会马上生效的 它必须通过一个重启这个自协商才能够生效 另外呢 就是当你的自协商完成以后呢 你的link的状态呢 其实都是会更新在你的相应的计算器里面的 然后呢 你除了读 除了在这个里面除了读这个link的状态之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对端linkpartner的能力 因为linkpartner的能力呢 也会通过自协商的信息呢 来更新在你自己的内部计算器里面 对于一些特殊的例子 我们有客户会遇到说 他虽然说选用了一个千兆的fine 但是呢他只因为某种原因 他只希望他工作在十兆百兆的这种情况 那么呢 你这种情况呢不能是说简简单单的 应该是这么说 应该说那怎么该该怎么实现呢 那么相当于你可以编辑下面这些寄存器 通过寄存器里面呢 你可以相当于在你自协商的时候呢 让你向对方广播的时候呢 不再广播你的千兆的能力 这样的话就可以 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 当你改了这些寄存器之后呢 他不是马上就生效的 你必须让他重启一个自协商 或者是link拔角往线再连上 经过一个重新协商的过程 那么他才会工作在 重新把自己的这个能力 向对方广播出去 这个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 然后呢 最后我们可简单看一下 我们MacTube的整个的方案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还是针对 我们的传统客户工业型客户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太多设计 像我们新收购的 MicroSemi那边那部分的内容 然后呢 目前我们主推的File呢 就是也会有这样几颗 然后对于百兆而言 就是传统的8081 这个是用的最多的 他会支持MRI 会支持RMI接口 然后呢 对于HG是8742 这个的话现在在工业上 在电网那边用的会比较多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8061 这颗的话是 有一个所谓叫Quiteware的 这是一个车轨级的 而且它的温度可以到105度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9031 然后9031 是目前指一颗千兆的File 然后还有一个针对这个9031的改进性呢 就是9131 就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建议客户用这种9131 这个是Metacity和8541 这个现在也是主推的 然后对于我们收购进来的 MicroSAM以前的File呢 它的其实种类会比我们更多 然后呢它会支持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支持SCMI 这个是我们以前Microchip产品所不支持的 所以说现在如果有些客户 他需要一个SCMI 的话 你是可以 我们现在也是有的 你可以到时候跟我们F1联系 然后对于10G的或100G的话 这个因为10G以上的这个File呢 其实目前在工业上应用相对比较少 就是我们这里就不做更多介绍 然后对于以太网的桥片来说 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熟悉 我们像我们的9730 9500 就是通过USB2.0啊 或者USB3.0 转出一个百兆或者千兆的以太网 这个的话目前这种桥片 现在应用的是非常广泛的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以太网控制器 然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 这个是虽然说这是个小众市场 但是呢它还是有很多客户会用的 然后通过SPI或者是这种并行总线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扩展出一个这样的一个 以太网的接口 这边呢是我们的交换机 主要呢是我们的 MacGip这边最有特色的呢 就是这种三口的交换机芯片 这个其他家也会比较少 我们的三口交换机通常呢就是用在工业上面 然后尤其是它可以形成一个菊花链 一个口接上一口 一个口接下一口 一个口接下一口 然后另外一个口呢 会接自己的本地端 这样的话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把数据串起来 除了这种三口的百兆交换机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三口的新的千兆交换机芯片 这个目前用的也很多 对于其他的话 我们有五到七口的 然后的话有百兆有千兆的 这个可能 当你跟如果说你的客户有需求的话 你可以到时候再跟我们联系 就可以进一步的讨论这些芯片方案 然后对于更多的四口五口九口来说 我们也是有的 虽然说这个工艺都比较老了 但是呢工艺老 意味着往往意味着这个抗干扰性啊 稳定性会很好 所以说目前呢 这些像8895啊 8795啊 这些8765啊 在很多一些老客户那边还是有应用的 这个呢是Micro7那边的 他们的Fi的话就会更加高端一点 无论是从它的交换容量 还是从它的端口数的话 都会有一个质的飞升 但是这种呢 通常会用在这种通信啊 或者是企业网啊 这种更高端的工业领域 更多的信息呢 你可以查阅我们的网站 就是前面我提到的 我们的网站呢 其实是对于很多的信息都是公开的 也不需要注册 对于数据手册啊 对于参考设计啊 都是可以免费拿到的 然后呢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也会有很多的开发版 可以在这个开发环境下面找到 然后呢提供的一些软件啊 也都会在这里列出来 最终这注意这里呢 就是一个小 对于有些客户可能小量的 或者想买一些sample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来进行注册 登记 然后购买 这都是很方便的 这个是开发版 当你点击开发版进去呢 你有时候发现没有文档 助力图啊 你就点这个 那你学习更多的话 它会显示出来 你目前所有的所有资料 所以说我们的网站 其实是一个很很很不错的这个 知识库 所以说你们要 也要建议你们的客户 学习的时候能够 应用利用它 然后找到更多你们需要的信息 好 今天的这个内容主要就这些 请不吝点赞 帖 今天我们看到了 您要谈试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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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